穷到什么程度呢 跟伊朗达成协议 用他们的斯里兰卡 以前叫西兰嘛 就用他们的红茶来抵债 九年前跟伊朗买油 欠下了2.5亿美金 现在怎么办呢 没钱来我给你红茶 所以接下来是怎么看 今天这整个事情 当然了 一方面大家对于斯里兰卡 非常的同情 那斯里兰卡的政治人物 也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浪 但是现在所有欧美 包括我们台湾外交部 第一时间出来讲 就把它指向是一带一路 确实因为大陆基建很厉害 斯里兰卡获得了 他们很多援助 包括建造机场等等 虽然这个机场根本没有飞机 也没有客人 这个餐厅没有客人 但是有这么厉害吗 这一带一路就搞垮了一个国家 那个事实上 就是现在斯里兰卡 大概外债是530亿美金 那所以它付不出来 所以它现在政府的这个外汇存底 已经大概已经用光了 所以就说这个530亿这个欠债 那这里面的欠债 看是欠哪些债 你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那个 欧江安讲的是事实嘛 对 事实上这里面讲到说这个基建计划 一带一路 大概主要讲两个计划了 一个是一个就是汉班托塔港 这个是中国大陆原建 这个大概在差不多 差不多15年前就原建的 那这个港口 中国大陆贷款 贷给斯里兰卡 一共贷了14亿美金 修这个海港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原建一带一路 就是这边有讲的那个 拉甲帕克萨机场 这个机场两亿美金 大概主要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原建案 那这一共加起来 一共是16亿美元的贷款 这个就是说 斯里兰卡当作外债一部分要还 那他那530亿 基本上跟这个16亿的话 你说他今天的国债 是因为一带一路拉垮的话 看起来好像这个不太可能 16亿把它的530 都是530亿 那这530亿很多是什么 那需要这些能源 进口的 还有一些他现在比较严重的 他有一些食品也靠进口 另外还有一个药品 药品也靠进口 所以他这个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那当时中国大陆 这种一带一路原建的哲学 就是修建交通设备 然后用改善交通的这种方式 来带动他的经济发展 可是说实话 这两个项目都没有发挥 实际的作用 这个港口刚刚讲的 那个斯里兰卡不会营运 晚个没有 结果他回过头又找中国大陆 他说这样子 我把他整个租给你 99年 你给我3亿美金 他缺钱了 他在帮他建港的 中国大陆找回来 所以我租给你由你来营运 因为我不会营运 那另外这个2亿美金贷款 建的这个机场 现在变成文字馆 这个机场是不是 真的是多余的呢 我看了一下 这是这个国家 斯里兰卡第二个国际机场 他只在首都可伦坡 修了一个国际机场 所以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只有两个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他也营运不起来 所以现在变成 现在变成这个机场的话 没有给当地的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讲 斯里兰卡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家族政治 他都是大家族在掌握政治权利 然后分赃 他不是靠经济规律在管理这个国家 靠这种政治的分赃 第二个因为这种 这个国家 整个的立志跟政治 都非常不亲民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加冬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购买才是最划算的